《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0月31号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我要跟大家呢 还是来再一次谈李子柒 有的人可能会说 建民老师 你要蹭人家李子柒的热度吧 那么就算我要蹭一点李子柒的热度 因为李子柒在YouTube上面的粉丝是所有华人粉丝里面最多的 那我就蹭她一点热度 那么我来谈李子柒呢 不是仅仅谈李子柒的节目做得怎么好 她的这个粉丝怎么多 她在这个YouTube上的拥戴力多么高 我谈的主要是李子柒跟海外大外宣的关系 谈的是李子柒这个党国好不容易腐化培训的这么一个大外宣的旗帜 这块阵地还要不要守住 是究竟是坚守还是放弃 这个是关于这个党国在海外大外宣的它一个重要的堡垒 这个堡垒呢 党国要不要去保护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李子柒的节目 它一直是很红火的 它红火到今年七月份呢 在今年七月十四号 它更新了最后一期以后 到目前来讲已经三个半月停更了 那么它停更这个情况呢 在很多网友不断的关注的情况下 后来了解到呢 是李子柒跟她自己所在的这个公司叫杭州威廉呢 产生了巨大的品牌纠纷 这个品牌纠纷呢 一开始呢 我们认为他们是在调解 但是呢 很快呢 就感觉到这个不简简单单是一个调解的问题 很可能是对补工厂的问题了 因此我在一个多月前呢 专门介绍过李子柒呢 她之所以停更 以及她现在产生重大品牌纠纷的问题 那么过了这么一个多月以后 现在已经看到李子柒呢正式起诉了 这个跟她有合作关系的这个公司叫杭州威廉 也就是这个起诉发生以后 那么目前来讲呢 就是李子柒这个品牌能不能保住 她那个品牌纠纷 现在已经严重涉及到了党国大外宣的宣传 因为李子柒本人她现在肯定知道 她如果要想获得胜利 就是在这个诉讼官司中能够战胜她的这个合作人 就是杭州威廉的这个老板刘同明啊 她必须要有党国给她帮助 因此呢 李子柒实际上也遇到了一个 要挟党国的一个契机 这就让李子柒现在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要挟党国啊 党国你看多办啊 你要不要保住李子柒这个品牌啊 这个官司怎么打就看党国你出不出手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打官司啊 我们都很明白 小岸呢是讲利益 中岸呢是讲背景 大岸是讲政治 就是不讲理 也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法院 审理各种官司 不要谈道理 小岸子呢 大家就看看互相之间的利益 谁的利益大 谁的利益更能够去获得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些执行人 或者是所有涉及到的权益人都感觉到这块利益要保住 那么呢 最终利益大的那方就胜疏了 也就是说呢 小岸子只是看利益 那么中岸就不一样 中岸就要看背景 一般来说 这个案子呢 它有影响力了 是涉及到很多 背后的考山那就看背景 谁的后台硬 谁的背景深 谁最终能在这个里面能调动所有的各种权利和政治关系 最终呢 这个案子就可以申诉 所以说呢 中岸是看背景的 那么答案就是讲政治 也就是说呢 一旦碰到党国要讲政治的案子呢 那就没有任何是非道理 没有任何背景考山 所以你说什么 你不可能比党国的合同大 那么党国要讲政治的时候 那政治肯定是第一的 也就是李子柒呢 她本来只是一个小案子 就是一个讲利益的案子 她和她自己所在的这个公司叫杭州威廉产生的品牌纠纷 是一个双方经济利益的关系 本来这个案子呢 她就是一个小案子 看谁的利益上面呢 能够让更多的人呢 能够顾及到这关利益保全大部分有权势人的利益 这是呢 本来是这个案子的本身 但是如果李子柒一心意义要把它上升到党国政治的品牌 也就是让党国知道这是大外宣啊 这已经涉及到党国的政治利益啊 那么党国的政治利益一旦放在第一位的话 那杭州威廉 刘同明100%要说啊 党国要保李子柒啊 无非是保下来是怎么去处理李子柒这个品牌 那么党国她会有她的安排 所以说李子柒现在就不断的造势 希望呢 就是党国用政治的方法出手 最终来保护李子柒这个品牌呢 能够继续的延续 因为党国心里面很清楚 李子柒这个品牌不简简单单是一个四川的农村小丫头 然后在网络上面去拍一些表现中国农村的视频纪录片 在海外进行一个中国桃源先进的宣传 绝不仅仅是这样 而是什么 而是体现了党国对全世界输出红色文化 输出红色意识形态重要的一个宣传手段 而且李子柒她这个宣传的能力太强大了 按照外媒给她的评论就说 一个李子柒底十个中宣部啊 因为李子柒她本人光在YouTube上的粉丝就有1600多万 她的订阅量是超过了美国主流媒体 美国主流媒体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CNN的粉丝也就1200万啊 也就是CNN是在美国最强大的一个电视新闻网 是主流媒体 她投入了那么大的资金 在美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操纵了去年美国的这个2020年大选的这个主流媒体CNN是功不可没的 也就是CNN这么强大的影响力 她也不过是1200万的粉丝 但是李子柒已经有1600万 她一个人就超过了整个的这个CNN 你觉得这个外媒不惊呼吗? 中共她在海外她不断地用大外宣大量的花钱 然后中共在海外制成的这个海外宣传网 也就是海外央视频道叫CCTN 中国环球电视网 那么中共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啊 在这么多钱的包装下 在海外华人集体的热谱下 她的粉丝数量 连李子柒那个领头都不到 五分之一都不到 只有300万 所以说你央视你大外宣 你拿什么跟李子柒在海外的影响比? 李子柒的粉丝里面 99%是外国人 是海外的西方人群 而且所有的粉丝里面的年龄结构 年轻人要占到100以上 所以这种情况下 李子柒实际上在西方 在海外 她的影响力巨大 因为李子柒的片子呢 很多人都看过了 她这个片子里面几乎什么 几乎里面没有对白 也就是李子柒不会讲什么英文嘛 她不可能去用语言去表达她每次视频里面所播发的各种内容 她仅仅是用音乐 用色彩 用动作 用她自己虽然没有语言的 但是有艺术感染力的 中国农村的这种先进的画面 描绘中国一个世外桃源的人间先进的农村 用这种美轮美欢的这种色彩去征服了外国人 因此呢 西方人对她这个品牌呢 是趋之入雾 可以讲 中共大外宣在李子柒这个影响力面前 是完全是望尘墨迹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中共要不要保李子柒 李子柒呢 她现在呢 遇到的巨大的麻烦就是什么 她跟杭州威廉 因为品牌管理的问题呢 现在产生了巨大的纠纷 所以说李子柒呢 她正式在10月15号 在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了 原告呢 就是四川紫柒文化川普有限公司 被告呢 是杭州威廉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和威廉的创始人刘同明 那么这个官司它究竟是一个什么结构 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 我们简单的跟大家来捋一捋 就是四川紫柒文化川普公司啊 李子柒持股呢只占49% 而威廉公司呢 占51% 那么以李子柒命名的这个螺丝粉工厂呢 威廉持股比例呢 达到70% 李子柒呢没有任何股权 也就是威廉实际上她才是李子柒天茂旗舰店的经营者 收益呢 跟李子柒是没有关系的 李子柒她只是为杭州威廉打工 从这点上你可以看到 也就是她这个天茂品牌跟李子柒也没有关系 这个螺丝粉跟李子柒也没有关系 杭州威廉占70%的股份 所以说李子柒虽然爆红 但实际上呢 她本人就是给威廉打工的 绝大部分的收入呢 都给威廉拿走了 李子柒只是一个小股东 没有公司的决定权 她不拥有威廉股份的本身 也就是说 如果威廉把李子柒提出这个四川紫柒文化公司的话 她将彻底失去一切 包括以她自己名字命名的这个李子柒的品牌 也就是说李子柒她如果杭州威廉赶到出门的话 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保不住 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也就是李子柒是一个来自四川农村里面一个草根子弟 没有读过什么书 小学文化大致只上到了四年级 她一个对现代化各种知识完全不了解的人 只不过呢 是意外的被别人发现呢 她有做视频这方面的才能 然后她最终就变成了一个工具 也就是杭州威廉公司呢 她实际上是专门幅化网红的一个公司 那么这个刘同明她已经在她这个公司里面成功地幅化了上百位网红 只不过别的网红没有李子柒那么有名就是了 那么刘同明她在不断地幅化网红 发掘各种网红潜质时候 她看中了李子柒 也就是在2016年时候 她有一次就注意到了李子柒 她觉得李子柒有这方面的潜质 然后她就跟李子柒谈啊 她那时候李子柒还没有那么大影响力啊 只是做一点短视频 只不过这个视频里面已经表现出她自己有成长性 所以说呢 李子柒跟刘同明呢 一拍即合 双方从17年就开始合作 那么这个合作一下子就展开了嘛 李子柒她这个在海外的这个YouTube上这个品牌 就极大的在国内放大了她的效益 2020年就讲去年这一年已经是疫情的这一年 就在疫情在中国大爆发的这一年 李子柒就帮威廉赚了一共有16亿人民币 也就是说 李子柒是相当有能力帮助刘同明她这个杭州威廉公司 用李子柒这个品牌 无论是在国内用螺蛳粉啊 用各种广告代言啊 还是继续在海外发布她的YouTube视频啊 去年一年就给这个公司赚了16亿人民币 那这16亿人民币 李子柒能拿到多少呢? 李子柒可能只花了几千万 还要交点税 所以最终到手的这个收益呢 和她创造的这个品牌效应 以及给公司带来的巨大效益上面呢 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么一块 因此呢 李子柒最终就跟杭州威廉这个刘同明就闹翻了 闹翻以后大家一开始呢 是互相想和解 因为不和解呢 就是两败俱伤嘛 杭州威廉失去了李子柒继续为他们创造 一年就减少十几亿人民币的收入 而李子柒如果是跟杭州威廉彻底闹奔的话 她本人会被杭州威廉所有控股的公司提出 然后李子柒的品牌未必还能保住 她如果重启炉灶的话 第一 她没有那么强大的后台制作力量的话 她可能从此一蹶不振 也就是她再也没有过去那种如是如画的那种品牌和那种画面 能够在海外奉献了 第二个是她前面所拍的所有的这些视频 因为都是人家杭州威廉公司股权所控制的这个作品 你前面的作品都归人家杭州威廉公司 不属于你李子柒 因此就是以前的这些作品要归人家 今后的作品可能还不一定能够获得一个良好的成长性 所以说如果是李子柒和杭州威廉完全闹翻的话呢 最终就是两败俱伤 而这种两败俱伤的结果就是给股东利益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嘛 因为杭州威廉拿着李子柒这个品牌 是在资本市场上大举的融资和募集资金的嘛 是扩充他们的股本的嘛 因此在中国有很多知名的股东 知名的公司都加入了杭州威廉 但是这种纠纷产生了以后呢 有一些知名的公司就退出了 比方说杭州威廉公司里面有个重要的股东叫直接跳动 直接跳动从10月16号就宣布他们启动了退出流程 他们本身持股也不多 只有1.48% 但是他们从持股到退出 一共只有不到半年 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看到李子柒跟杭州威廉确实就落翻 直接跳动解释 当初投资威廉主要就是因为看好李子柒 如今李子柒跟威廉产生了这样大的分歧的话 直接跳动决定不现在你们的这个讨论中 他决定主动退出 那么对于直接跳动退出的这件事呢 南方都市报在10月27号它回复媒体的这么一个结论 也就是他们证实了 确实有这么回事 直接跳动大家都知道 是在中国非常有名的公司 是张一鸣控股的 持有中国的抖音和海外的tiktok的一个重要的公司 也就是直接跳动他的这个样板示范效应非常大 他主动退出以后 很可能给杭州威廉其他的股东带来了动摇 就是其他股东有可能也会选择退出的 所以说对杭州威廉 对刘同明来讲 现在也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那么这个压力呢 现在只能是对付工厂了 因为李子柒已经正式起诉了 那起诉以后大家就来分析和判断 最终这个杭州威廉和李子柒 他们在这个起诉中 李子柒是否能够获得胜利呢 李子柒就说她要维权 她的这个权力最终是否法院能给予她这个司法保障呢 那你就看一看他们现在的这个股权结构嘛 从目前的股权结构来分析的话 李子柒是很难赢得官司的 你一定要了解中国的公司法有三个重要的比例 这三个重要的比例呢 是在中国公司法里面所规定的 你公司持有股份的这个比例呢 如果是67%和51%还有34% 这三个这个比例结构呢 它代表着不同的权利 那么所谓不同的权利就是说 拥有67%股权的人 他往往拥有对一家公司的绝对控制权 也就是任何一个股东 你在这个公司里面 只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的股权 占到67% 你就有对这个公司的绝对控制权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换掉哪个人就换掉哪个人 想把哪一个小股东踢出去 你就可以踢出去 你就可以做出调整 也就是你有绝对的控制权 那么持有51%的股东呢 它有相对的控制权 所谓相对的控制权 也就是公司里面的事情 必须由它拍板 它具有拍板权 它不同意的是 是同不过的 这叫相对控制权 那么34%呢就不同了 34%呢 它仅有一票否决权 就是在整个股东大会上面 我如果持有34%以上的股份 那么股东大会里面任何的决议呢 我可以否决掉 我不同意这一项 不同意这一项 我们就讨论下一项嘛 也就是它至少有一票否决权 这是中国公司吧 给几个不同这个股份比例控制权属的人 给他们分别不同的这个控股权力 而杭州威廉公司呢 它就是持有51%的股权 那么51%的股权呢 就是相对控制权 就说紫棋文化公司章程 如果没有特别设定的话 那么杭州威廉它就可以强行罢免李紫棋的职务 并接管公司的权力 这就是因为它相对控股嘛 那么以李紫棋名字命名的李紫棋天茂旗舰店 李紫棋的YouTube账号等重要的宣传渠道和宣传控股的这些账号 都是杭州威廉公司在签约之后以公司名义注册的 那么毫无疑问来讲 这些账号都属于公司的 李紫棋跟这些账号没有直接关联 所以说从法律上来讲的话 杭州威廉公司是完全有权力拒绝李紫棋登陆这个账号的 也就是李紫棋本人 她都不能登她的这个海外这个幽组李紫棋的视频 更何况她还对这个视频有什么管理权力呢 所以说从现在这个公司治理的结构来看 李紫棋在杭州威廉博弈中 她是相当的弱势 也就是说在整个合作架构中 李紫棋是完全失去了对IP的完全控制权的 那么这个官司你就可想而知了 也就是杭州威廉她取得胜诉的概率非常大 李紫棋她根本就不能控制她自己名字命名的这些品牌 那么李紫棋和杭州威廉的这个资本纠纷呢 最终有可能就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很多业内人士都认为 如果李紫棋想要拿回李紫棋账号和品牌的所有权 就需要证明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 杭州威廉在利益安排上有明显的不合理 以及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取得了不正常的利益 那么李紫棋拿什么东西来证明呢 尤其是李紫棋需要证明跟杭州威廉的合作的过程中 杭州威廉违了合同的内容 违背了合同的合作利益 没有支付或者延期支付给李紫棋应该得到的费用 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 那么李紫棋她很难获得这个诉讼中的胜利的 但是如果接触政治操作的话 党国要来保护李紫棋 那就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李紫棋在整个起诉的过程中 也聘请了一些知名的大牌律师 那这些律师分析了李紫棋现在的这个股东结构以后呢 就认为李紫棋如果在法庭上 仅仅靠着她跟杭州威廉合作里面的这些股份协议 这些股东协议里面 要想通过股东利益分配或者股东操作中 对李紫棋有哪些不公平的这些问题来谈这个利益纠纷 最终获得品牌保护 获得胜利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 但是李紫棋是一个大外宣知名的品牌啊 律师们都知道你要打政治牌啊 打爱国牌啊 把党国捆出来的话 那么你战胜刘同明 战胜杭州威廉 那就肯定就不是回事了 那么党国的利益最优先啊 所以说为了确保李紫棋这个品牌一直延续 那么把党国政治利益拉出来的话 那肯定就是党国利益优先啊 因为律师们都很清楚 包括所有现在期待李紫棋要保护这个品牌的 中共大外宣的上上下下的官员都清楚啊 李紫棋走红以后早就被中共受编成大外宣的一部分了 今年九月份 李紫棋就高调接受了中共党媒新华社的专访 李紫棋被中共官方曾经任命为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大使 中国农村青年赤富带头人的推广大使 中共十三届全国青年委员 也就是李紫棋头上的光环很多 中共既把它宣传成农村青年赤富带头大使 又把它吸纳到党国的政治机构 变成中共它的青年委员全国青年委员 也就是党国在他身上是花了巨大的政治本钱的 因此李紫棋肯定知道要利用他自己的政治身份啊 所以说他在起诉威廉前几天 多次高调的露面 而且在九月二十三号 他参加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的时候 他就发表了一个讲话 他说李紫棋以前是打造自己家的小家小院 我想今后要为中国老百姓打造可持续可发展可传播的 中国新百年的新农村 这个话是明显带着党把股的味道啊 也就是从这个话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李紫棋他刻意的把我和李紫棋分开 就是为了迎合习近平的什么全国军府全民军府 大家走共同致富的道路 然后又把农民带着走富裕的中国新农村的道路 他不就是为党国宣传吗 包括9月29号他高调接受了新华社的专访的时候 李紫棋他这个采访也是先从他的田园风格这个美式视频开始的 然后强调了李紫棋通过YouTube就是油管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央视主持人是故意忘记了中国人根本就看不了YouTube的 也就是中国的老百姓谁看YouTube就得翻墙 翻墙就是寻衅知识 就是犯罪 中国老百姓有几个看得了啊 但是央视的主持人就故意忘记这件事 不断地去渲染李紫棋在YouTube上的影响力 那么李紫棋的影响力当然很大了 他在央视的这个采访中 他就不断地强调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要分享正能量 听上去这个话就完全是呼应习近平 现在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也就是李紫棋她这种高规格的宣传 实际上就是再次打出她的爱国牌 打出党国大外宣的这个招牌嘛 也就是李紫棋她选择在起诉前高规格的接受专访 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她希望在起诉的过程中 能够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 在股权品牌方面比原来拿到更多的话语权 所以说呢她很快就起诉了杭州威廉 李紫棋接受央视采访的题目叫做 《时代给了我一阵风》 也就是通过李紫棋的嘴歌颂习近平所谓的新时代 她认为习近平现在领导的就是新时代 她要在习总的领导下 然后展现中国新代农民的风采 而中国的农民是什么风采啊? 中国农村是什么呀? 李紫棋本人不知道吗? 中国的农村现在都是大量的像杨改兰五花眼这样的人 要么是饿死的 要么是被那些村霸凌辱的 要么就像福建莆田农村里面那个欧金中 她几年连房子都盖不了 然后分起杀掉村里面的恶霸子 也就是中国农村就是这样已经被欺骗的太久了 李紫棋完全知道啊 包括她自己在接受采访里面都不得不承认 自己也是向往她所做的视频里面 那些艺术包装的中国田园风光 但是她现在仅仅是一个表演 在视频里面做一个表演 这种表演的视频也就是愚弄大众 她从来也没有享受过 她自己视频里面所拍摄的那些田园风光 她根本就一天也没有 她只是一个演员支持她表演嘛 但是党国要很凉 李紫棋能不能消失? 如果李紫棋消失 最大的损失肯定是海外大外宣了 因为中共官方绝对不希望 有这么大这么好宣传的 一个海外大外宣的工具就消失掉啊 连英国BBC都曾经报道过 李紫棋影片里面所传播的所谓中国故事 远远超过中共化巨制在海外打造的孔子学院 远远超过央视在海外不断播送的 什么东方抄党章的这种文化宣传 和共产党的红视意识形态出出 也就是李紫棋这个宣传的作用 远远高于你们的孔子学院 中共在海外成立了多少孔子学院啊? 每个国家都成立几十个啊 中共每年投入在孔子学院里面所花费的大量的经费 最起码是几百上千亿 也就是花了那么多钱 你们最终都没有李紫棋一个人的宣传作用大 李紫棋这1600万海外听众的这些粉丝 也就是99%都是洋人的 这些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和对李紫棋在影片里面 向他们传送到中国的红色文化 以及党国的意识形态的渗透所起的作用 李紫棋一个人的作用是抵所有的孔子学院的 所以说外国媒体曾经说过 一个李紫棋底十个中宣部啊 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党国 你开始要不要去救李紫棋吧 李紫棋她现在所打造的 迎合习近平的口径 中宣部肯定是非常欢迎的 因为习近平刚刚接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时候 就是在2013年时候 她就提出了要讲好中国故事啊 这个讲好中国故事是习近平给中国大外宣下达的这个外宣制造方程 而李紫棋的宣传方式正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细语诗意看不见闲话落地听无声的效果 所以说这个效果是完全做到了中宣部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因此到了这时候党国要不要救李紫棋要不要保护啊 所以说呢在李紫棋她个人现在品牌遇了巨大纠纷 有可能整个李紫棋就在海外幽度下架的这个现实面前 那么党国出手去保护党是肯定的 所以说为什么党国要安排新华社了安排央视了 不断地去采访高调的八高李紫棋 就是为了迎合李紫棋这个官司 让李紫棋获得最终的这个胜利 当然李紫棋所宣传这个虚假的视频 在中国国内的老百姓看到大家都是义愤填膺的 因为她实际上是利用她巨大的成功 而在消费着中国农村老百姓巨大的苦难 真正生活在中国农村的普通民众 都认为李紫棋的视频和中国农村的现实生活差距太大 完全是欺骗和消费中国农民的苦难 中国的农民根本没有一个人能享受到李紫棋 她在视频纪录片里面所表现的中国农村的那个优美先进 没有一个也就是中国的农村 中国这十几亿民众中国那么多农民去找 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李紫棋所宣传的那个意境 这也实际上就是一个虚假 而这种虚假骗老外很成功 李紫棋在海外收获了1600万 订阅她频道的杨九塞 实际上就是不断地把中共欺骗海外 宣传红色文化 宣传中国红色意识形态的这种理念 通过她的纪录片就把她推广到海外去了 而且非常成功 因此到了今天李紫棋是一个党国必须要保护 必须要抢救的这么一个人才 所以说李紫棋的案子最终 她这个里面衡量她是否胜出 绝不看他们的这个股权比例 绝不看他们本身的股权纠纷 而最终是看党国在这个上面讲不讲政治 因为一旦讲政治 李紫棋最终就会被党国 把她当作新的农村带头人 当作海外大外选的一杆旗帜 党国会对她进行一个保护 这是我对李紫棋案子 她未来她的走势做出的一个基本判断 那是不是会这样 还是党国会采取其他方式来保护李紫棋 让她在这个品牌纠纷中把它脱离出来 但是这个品牌一定要保护住 在海外今后还要继续扩大它的渲染力 要把这个阵地守住 这个呢可能党国呢 他们会有另外的谋划方式 这也完全有可能 那么究竟怎么去做 我们来根据这个事情的发展呢 我到时候再跟大家做最终报道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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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